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下午好 今天呢 我給大家講這個話題 就是現在這個 屏幕上顯示的這個字 我不太清楚 在座各位有沒有認識這個字的 請舉手 有嗎 認識這個字的 我一個都沒有 太好了 我可以隨便講 我告訴大家 這個字叫什麼字 這個字念窗 吃汪窗 那大家看啊 這個窗字 是不是可以看到 它是怎麼來組成的呢 你看 它是一個身體的身子邊 加一個窗戶的窗 所以 今天這個話題 就變成了人和窗的問題 剛才 游官長已經講了 我是做建築設計的 所以呢 在做建築設計的 一定要離不開人 是吧 建築師是給人做訪的 那同時呢 咱們各位朋友的家裡頭 一定會有什麼呢 就是有這個窗戶 對吧 那今天這個話題呢 我就想以窗戶這個話題來進行展開 那這個話題 長了15分鐘 咱們要從人類大約距今300萬年前講起 你看這個時候的人類是不是很瀟灑 不像我們在座的 對吧 你看看 還得穿這麼多衣服 是吧 還拎著包 明天回家說 哎呦 那書包哪去了 是吧 你瞧人家這歌幾個 多牛啊 你看 拿個叉子 拿一個棍子 是吧 走到哪兒 哪兒好就走在哪兒 是吧 你看這個 哇 你看他們住的這地兒太牛了 現在有很多的建築師在模仿 要做成一個大山洞 讓人重新回到自然當中 那你看這個呢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咱們這個老祖子 他們居住的方式是什麼樣 我給他叫一個名字叫 隨安而渝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哪兒好就住在哪裏 對不對 因為這地方好 這地方有獵物 這地方有吃的 有這個鮮果子 所以呢 我就坐在這裏 我就住在這裏吃 住在這裏 就在這附近住 那從這個居住的這個形態當中啊 你可以發現一個什麼問題呢 它上面有很多的窗戶 對吧 這個大家注意了 一個窗戶 大家看到 這個是一個什麼窗呢 是自然的窗 山洞上有很多自然的山洞 採光啊 通風啊 另外一個窗戶 非常重要 是什麼呢 就是人類一旦有了火 這個窗戶天天在那閃爍 大家可以想這個野物來了 在這一烤 居然就能吃了 然後呢 這個火呢 火苗的旺的時候 大家在這聊天也比較旺 火苗漸漸的弱了的時候呢 大家呢 是不是該休息了 我不知道原始人類是不是能讓那火滅了 不太清楚啊 我不會他們也不敢滅進 這是我把它稱為叫神秘之窗 那第三個這個窗戶很重要 我們今天在座有很多的畫家 藝術家 你可以看到的是什麼呢 你看看這個是不是山頂上這個地方有很多的 炎畫 人類實際上呢 需要把心靈的這個窗戶敞開的時候 他會在用畫筆在墻上 我記得我小時候反正我們家那墻被我塗的亂七八糟 那就是呢 人人都是藝術家 其實人人小的時候都可以叫做是藝術家 那麼人類啊 到了這個公元前四千年的時候 進入了一個農耕時代 安定了 是吧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 房子也像房子了 是吧 而且呢 他們的生活什麼樣的呢 我管的叫隨於而安 我記得前不久我們尤倫斯還專門搞了一個研討會 叫隨於而安的展覽 我們今天在座各位的觀念 是不是也是想的 哎 我都有個房啊 是吧 我現在找個地兒住下來 我才感覺安定 所以呢 這個時代不僅僅是農業社會的時代 同時呢 也是工業社會的時代 其實大家一直到今天都是這個狀態 看看 這個是咱們中國雲南的叫瓮丁村 這個村子現在還存在 大家是不是你看到一種 跟公元前四千年的那個景象是一樣的 對吧 一點不誇張 你看看 這個草棚啊 再看這個 隨於而安 大家非常的安定 那麼 我們看 剛才講 遠古留下的這個三個窗戶 第一個叫孔洞和自然窗 在我們的家居住當中是怎麼體現的呢 這是咱們北京邊上的一個叫古牙居 可能在座都沒去過 就在延慶 很方便 你們有時間去看看就可以了 這個號稱是 是唐朝末年 叫西族的這個聚落 可是你看到這個聚落當中 你看這個 他們的房子是這樣的 他們的生活是這樣的一種居住狀態 是不是跟那個古人那個山洞沒有太大區別 對吧 這個你可以看到這個延續啊 這個歷史非常有延續性的 那麼第二個窗 就是這個火 這個其實至今 你們想想 咱們是不是有現在很多豪宅 家裡頭還要裝個壁爐 是吧 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是不是有哪個朋友 家裡是不是也想裝個壁爐 而且我們到建材城一看 還有賣壁爐了 那火呢 其實人們的 對人的居住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象征 而且一看到這個是我們 中國民居當中的一個起居室的一個場景 現在實際上還在持續 我想也沒準在座那位朋友到家 現在還是這樣 你看到這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什麼呢 這個窗戶是不是不是很重要 對吧 並沒有說我這個窗戶 一定像咱們城市裡面要拍在 什麼有看到什麼景觀啊 他根本不看景啊 他是在麻的呢 他僅僅就是一個通風 是吧 連採光 恨不能都不用 為什麼呢 他這火上去了以後 從這個煙從這裡出來 所以你看這個家庭 其樂融融的樣子 是這樣的 你再看 這個是剛才那個孟丁村 你看這個窗戶啊 在這個地方 可是你並不感覺人要從這個窗戶要看出去什麼 而相反這灘火呀 雖然都已經熄滅了 但是大家還是圍著火堂在做 說明我們 傳統的農業社會的家庭的概念什麼呢 是要有相親性 大家要圍著一個中心 聚攏 所以我們現在從講過節要回家看看 不管你走的什麼地方 最後你要回家看看 其實都是這樣一種農耕社會的一種的生活方式的一種反應 那麼這個就很容易了 第三種窗 心靈之窗 大家想想我們798 我們這個大場地 就以這個展示藝術作品 看看 遠古時期 這是由兩萬年前到 三萬年前到這個三萬六千年前 壁畫 對不對 剛剛我們講人在山洞裡畫了很多的壁畫 這種展示心靈的這樣的一種窗戶的一種做法 美術館 教堂裡面 是不是都可以看到呢 這是米開朗基羅 畫了非常多的這種的壁畫 美術館裡面 一個個繪畫 其實反映的是一扇扇心靈的窗戶 我們去美術館去讀解的時候 看到的是一個個作家畫家心靈之窗的一種展示 那麼你看我們的普通的民宅當中 中間這張畫很重要 為什麼呢 它和這個天上的神之間是有聯繫的 對不對啊 我們把它放到正中間 作為室內的一個裝飾 同時你看這個是一個窑洞 它把牆面上忽滿了報紙 有意思了 它不是忽的畫 忽的是什麼呀 信息 所以我說呢 我們的窑洞這些宅子裡面 可以看到 在預示著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 那麼剛才講 原始社會 農業社會 現在進入工業社會 你看看窗戶變得重要了 為什麼呢 這個窗戶開大了 這個不說 然後這個人啊 都沒有什麼好看的 是不是跟我們今天的心態很重要 我們小區一開門 哎呀 全是木霾 全是高樓大廈 哇 這個城市簡直沒法呆了 我們還是要回到鄉村 我們那個自然是怎麼樣子的 這個時期 就是 19世紀初期 在歐洲城市化進程當中 出現那種現象 人們越來越重視窗戶 我們希望從我們家裡的窗戶 看到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那這個時候 比方向風景化 大大的得到了發展 為什麼 城裡都很擁擠 大家要通過我的繪畫 看到一種鄉村的景色 看到一種自然的景色 同時 還有一種期待 為什麼呢 我想 這個婦女 一定 她的老公 是一個外出打工仔 對吧 到別的城市去幹活 於是她在家裡面 對遠方的一種期待 哦 那個世界是什麼樣子 究竟在那裡發生了些什麼 你會發現 人世的這個狀態 她的身是背靠的畫面 她的眼睛是凝視著遠方 所以工業革命開始之後 人們一種新的一種狀態 什麼呢 如何獲得一種對遠方的期待 我認為這一點 是影響到我們對設計 對藝術 對社會的整個理解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鑰匙 這件事 你有期待 就有科學家給你解決這個期待 對吧 在上個世紀 什麼出現了 電視 電視這個窗戶 重新的出現 它已經基本會取代了過去火的這樣一種概念 它把人的世界一下子從一個點 把你帶到一個更遠的遠方 帶到一個另外的世界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社會的一個變化 壁爐 看到沒有 已經不重要了 他們家什麼重要的 電視已經徹底的把壁爐給取代了 那這個是在這個歐洲 在歐美的一個場景 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國家 我小時候 不是你們小時候 你們各位小時候一生下來 家庭有電視 我小時候沒電視 我小時候 可能只受火糖了 對吧 那當你看到一個電視的時候 全村的人 全家族的人 實際上呢 是這樣的景象 他們迫切地想通過這個小的畫面 想了解遠方究竟發生了怎樣的事情 進入了21世紀 這種聚合的狀態時候發生變化了 什麼出現了 就是這個 是吧 手機出現了 iPad出現了 家庭 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給它叫什麼呢 叫神散而行不散 對不對 似乎還是一個家庭 可是徹底的家庭的一種關係 發生了變化 每個人其實都是通過一個自己的一個 跟自己所期待的那個世界相聯繫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世界 有很多的社會的問題都在這個時候開始發生了 那人和人之間的交流已經不再是物理上的一種 就是咱們倆非要天天見面 而是 北京城 我們可以分散到不同的地方 更重要 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我們都可以獲得一種相互的一種 結識信息的一種交流 移動 移動 是不是也可以了 這個是我們今天看的現象 我看現在我不知道各位手上是不是都有一個iPad 我看好幾個朋友現在已經沒看我了 他看到的是另外一個窗口 他已經從他的這個窗口 跟另外一個世界相互關聯 信息化給人帶來一種新的可能性 就是他走動起來了 他再也不要說 我家裡頭有個房子這件事 那個事重要嗎 不重要了你看看 他和原始人開始接近了 他拿一個燒火棍 就可以走遍全天下 他不是燒火棍 他手裡現在拿的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新的人類就誕生了 在座是不是 沒有手機的舉手 我天 百分之百都有 那好了 這個新的人類是什麼人類 就是我家 一個人身體 背個窗口 所以你們剛才說 你們不認識這個字 你們要認識才怪呢 這個字是我造的 是吧 這個是明年的新華字典 馬上就要出來的文字 是吧 你看看 手機將來是這樣的 投入到你的身體上了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這個信息 於是我們過去的這個原始社會 我們到農業社會 到工業社會的 所有的這個窗戶的概念 集中了一個點上面 你看 你還發愁嗎 你還用帶銀行折嗎 你走到哪兒 是不是這一個東西解決所有的問題 你跟你的家裡頭 所有的人都可以進行聊天 你的家 將來可能是這樣 這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個窗戶 當我們看出去的時候 有可能你看到的是一個田園風光 不是的 你看的是完全你不知道的世界 這個世界有什麼呢 就你在這裡面 可以看到都是屏幕 你可以看到你的父母 在這裡面跟你交流 有可能你的朋友 在這裡面跟你交流 還有你的醫生 你的心理醫生 才對你進行心理上的諮詢 那麼窗戶 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走向的一個新人 人類一個身體拿一個手機 在走遍全世界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這樣的人生是最自由的 你不需要背負那麼大的包袱 你有了它 你的生活會變得非常非常的輕巧 只有窗戶 我們才能夠幹一件什麼事呢 拋掉所有你的累贅 你說我還要買個房嗎 用不著了 是吧 哪兒好 我住在那兒 我給他教育一個叫 隨鞍隨鞭 是移動的 那這個世界的到來 只有你把人的自身 調節到這樣一個輕鬆的態度的時候 你才能進行星際穿越 對不對 好 時間馬上就到了 我給大家看這樣一個故事 這是一個賣火柴的小女孩 她是18世紀工業革命的時候 一個非常非常傷感的故事 在一個嚴寒的冬天 在這個小女孩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 她一顆火柴滑下去 她看到了烤鵝 一顆火柴滑下去 她看到了聖誕樹 一顆火柴滑下去 她看到了她的祖母外婆 那麼這個時代工業時代 太悲慘了 貧富差距會那麼大 那麼我在想 今天的信息時代 注意了 這可不是賣手機的 不是賣iPhone的小女孩 而是一個窗人 她通過這樣一扇窗 通過一個 源自於 原始於原古時期的 這樣的一個虎 劃開了以後 能看到什麼 這個時代能給我們帶來什麼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窗 能夠看到的什麼 或者我們所有的媒體界的人士 會給這個未來 會給大眾 要展示什麼 其實 是留給我們在座 所有各位朋友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今天我的話 就講到這裡 那麼我們 讓我們大家共同 迎接窗人的這個時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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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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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最多沒 嗎 感谢观看